新的是LLC的ASMD数据库使用指南 从应用程序页面中选择ASMD 在第一页上你会看到两类选项 浏览或者检索 第一,根据材料组别来浏览数据库 点击材料组别下拉列表 你会看到数据库中所有的材料组别 使用滚动条选择涅落钢材料组 ASMD数据库中一共有20种不同的材料组别 有14种不同的涅落钢 选择材料A286 点击性能组合下拉列表 可以看到在ASMD数据库中 这种材料有80种不同的性能组合 选择拉伸屈服强度对温度 点击显示图形按钮 这种材料的第一条数据曲线的图形就会出现 大多数材料有很多条曲线 在这个例子中 这种材料一共有41条曲线 如果想同时看五条曲线 可以按住控制键 同时点击所需的五条曲线 不同的曲线是用不同的颜色表示的 坐标轴的刻度 会根据所选曲线的数值范围的不同 做自动调整 点击页面右上角的显示文本按钮 你会看到相应的文本 内容包括数据的测试条件 和每个数据点的数值等资料 每条曲线都会有自己的文本显示 如果多条曲线引用自同一份参考资料 它们多半会显示在同一个文本中 下来页面至底部 会看到参考资料的信息 若要返回到图形显示 只需点击页面右上角的显示图形按钮 如果你想改变其中一个坐标轴的属性单位 你可以使用单位转换选项 温度可以转换成三种温标中的任意一种 单位转换选项就在性能名称的右边 Y坐标轴也可以转换成这种性能的其他属性 单位 坐标轴的属性单位一旦被改变 图形就会做出相应的自动调整 若要放大局部图形 在拖拉光标的同时 点击并按住鼠标左键 来选中图形框中感兴趣的部分 你可以重复这个操作很多次来进一步放大 拉近部分数据曲线 若要恢复到起始图形 点击变焦复位 把光标悬停在各个数据点上 用户不用回到文本页面 就可以看到每个数据点的X和Y值 为了区分各条数据曲线 数值的外框和它对应的数据点 是用相同的颜色表示的 如果要添加或者取消数据曲线 你可以点击图形右边表中的相应的曲线名称 若要导出图形或者打印图形 你会用到图形右上角的两个相应图标 点击其中一个之后 会出现多种格式 供用户选择使用 ASMD数据库中的每一种材料 都有一个PDF文件 PDF文件的结构已完全书签化 内容包含相关合金的所有信息 在这个例子中 这种材料的PDF文件有104页 PDF文件包含了所有的曲线图 柱状图 照片和参考信息 材料交叉索引 是一个Excel电子表格文件 列出了各个合金常用的商用名和别名 第二 根据性能组别来浏览数据库 点击页面右上方的重新开始链接 回到起始页面 点击性能组别下拉列表 可以看到数据库中的20种性能组别 先选择热物理性能 在从25种不同的热物理性能下拉列表中 选择热膨胀系数 然后选择独立变量温度 点击显示图形按钮 数据库列出了18种不同的材料 你可以从中选择两种或者更多种材料 对它们的同种性能进行比较 先选择左上方材料选择列表中的前三种材料 右上方的数据曲线选择列表 会列出这三种材料的所有曲线 每条曲线都有简短的参数描述 然后选择所需的数据曲线 在这个例子中选择前四条曲线 相应的图形就会显示出来 同样你可以根据需要 改变坐标轴的属性单位 或者放大局部图形 你也可以通过点击图形右边表中的曲线名称 来随时添加或者取消相应的曲线 第三,根据材料名称或者部分名称 来检索数据库 点击重新开始 然后在材料名称检索框中输入部分名称 例如NI并按下回车键 材料名称中含有输入字符串的所有材料都会被列出 目前数据库中有142种材料的名称中含有NI字符串 请注意 检索得到的列表中包含了Titanium和Sicornium 输入的字符串越长 检索得到的列表就越短 例如,输入Niko 就只会检索到55种材料 第四,根据性能名称或字符串来检索数据库 点击重新开始 在性能名称解锁框中输入部分名称 例如TH并按下回车键 下拉列表中列出了121种性能 选择导热系数 然后选择独立变量温度 数据库中有148种材料含有这种性能组合 和那个努力一切 没关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